最近不少网友都在转发一段已经包疆的视频 有人拿着气枪吹动挂着链条的滚轮 随着滚轮不断加速 链条上竟出现了波浪 看来是链条在上下转弯处发生了堆积 为研究这个现象 我们先找来一根绳子 虽说拿着绳头摆动就能制造横波 但绳子放在地上和悬挂时 所发出的横波却稍有不同 注意看 这位外国小哥把绳子提起来摇晃 我们就标示出波峰相同时间所行走的距离 发现波速在递减 原来波速V会随着绳子的张力F同步增减 并随绳子质量M与长度L的比值 也就是单位长度的绳子质量而反向增减 由于靠顶端的绳子张力较大 因此波速也较大 而下端的绳子张力较小 波速也较小 所以横波下行中会不断减速 同时波长变短 既然如此 我们再把绳子头尾相连挂在滚轮上转起来 此时绳子上的置点 在经过上下端的转弯路径时 会受到指向转弯外侧的离心作用 而将绳子绷紧 使柔软的绳子具有了一定的刚性 即使脱离滚轮掉在地上 也能短暂保持直挺挺的外形 此时 敲击右侧绳子顶端 则横波下行速度 会受到绳子上行速度的抵消 使波峰更缓慢地减速下行 而敲击左侧的绳子 波速和绳速同向叠加 使波峰立即跑到右侧顶端并反射 而后反射波依旧缓慢减速下行 接下来我们提高滚轮转速 发现滚轮上的绳子 由于线速度增大 离心作用增强 出现了旋转半径扩大的趋势 开始不停跳动 因此不需要敲击 滚轮左右侧的绳子 自己就变成了振动源 向下发出横波 此时右侧的横波在不断减速中 到达接近底端的位置停止前进 使随后而来的波峰层层叠加 将弯道出口附近的绳子扭转成直线 迫使弯道向左补长弧线 如此一来 底端的弯道就不再左右对称 会受到向左的离心作用 将下端转弯部分向左迁拉偏移 如果给滚轮换上一根较短且较重的链条 情况会稍有不同 当滚轮达到一定转速时 两侧进出的链条 同样被较强的离心作用驱动而跳动 向下发出横波 但由于链条较短 且单位长度的质量又较大 导致初始波速有所降低 以至于右侧的横波只减速下行较短距离 便停止前进 此时横波的振幅并未大量衰减 在后浪叠加下形成较大弯折 迫使下方链条继续左转 使弯道受到离心作用向右移动 这又带动滚轮的链条离去点向右偏移 造成离去点的弯折角度增大 使下行链条发生多次转折 于是被离心作用推动向外侧甩离 因此链条右侧下部和左侧上部都出现了波浪 这些波浪就像铸波一样停止不动 虽然在链条上出现很有趣 但是在汽车轮胎上出现才更刺激 由于滚动的汽车轮胎 接地面前后侧都在不断发生弯折形变 如果胎压不足或承重过大 导致形变量超标 亦或是压上了修车铺老板撒的钉子 都会造成轮胎的接地面 由于过度弯折或异物碰撞 而不断制造沿胎面运动的强烈横波 由于旋转的胎面就像转动的链条一样 有可能使波速与胎面速度相匹配 那么向前运动的横波就会停在胎面某个位置 变成轮胎助波 一般来说 轮胎助波通常好死不死 就停留在接地面上 使本来就只有巴掌大的接地面 被波浪的凹陷硬生生地又顶起来不少面积 造成轮胎抓地力骤然下降 司机感觉车身突然不由自主漂白 瞬间吓得魂飞魄散 困意全无 然后开始化蛇天族的乱打方向踩刹车 因此整个过程将十分刺激